多謝主席、各位同事 路環作為澳門重要的市費 對其保育及保護一直牽動著不少澳門人的心 近日坊間再度關注2012年政府為甚麼 向路環疊石塘山腳的土地發出可見百米高樓的街道準線圖 質疑此舉不但破壞路環市費有損整體利益 更是官員任意作為未按程序行政的又一案例 據公務局2007年公布的 澳門城市規劃總攬及各區規劃條例簡介的 路環規劃分區示意圖 碟石塘山項目是位於路環村規劃之內 僅可興建兩三層的村屋 為甚麼2012年發出的街道準線圖 會變成為沒有限制的白區 並容許興建一百米的高樓 甚至可以完全不考慮對山體帶來的影響 所以當局依據甚麼法理和城市基理來做決定 當中經歷了甚麼程序呢 到底路環村規劃現在是否仍然圓用呢 如果是失效有甚麼時候作出變更呢 上述的疑問和相關的部門是否有依法行政 坊間對這個傳聞是非常之多 當局也從來未有對質疑作出詳細的解釋 這些疑問不斷在坊間廣傳發酵 已經嚴重損害了特區政府的形象 早前在立法會的口頭質詢大會上 公務局回應指澳門城市規劃總纜 及各分區規劃條例簡介只是研究資料 但該局似乎忘記了在2010年回覆議員質詢的時候 仍然清晰表示特區政府城市規劃工作 是沿用公開了20多年的全澳城市規劃總纜和規劃分區資料 這種前言不對後語的回應 怎能不令公眾質疑呢 為政事聽本人促請特區政府指派具權限機關 徹查上述城市規劃更改的程序合法性 以讓公眾平息而團 勾案發生之後 社會上強烈要求政府增加土地和規劃資訊的透明度 外於路環大部分區域仍然未有規劃 當局也一直沒有規劃系統保護路環市規 加上所謂的白區設置 完全欠缺公開透明的規劃資訊 有鑑於此 當局必須全面公布現時仍然原用的 所有分區規劃和內部指引 保障公眾對城市發展規劃變動的資政權和監督權 設實有效 張顯陽光施政 多謝